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非常地开心 因为大盘是在全中股的推动下是收出了一个大阳线 成交量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放大 我们知道每一次大盘全中股在活跃的时候市场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么大盘股在这个时候的启动是否能够推动大盘进一步的上行呢 我们今天现场也是请来了一位92年就入市的老股民 我们来听听他的判断是什么 那么20年的古海沉浮他又总结出了一些什么样的操作秘籍呢 我们先了解一个小片 20年前他是对股市一无所知的股市新丁 20年后股友们亲切地称他一声吴维先生 吴维先生实际上是网友送给我的一个名字 意思就是说在股票市场当中要无欲而为 1992年入市他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批股民 但入市之初和所有新股民一样 他也被市场狠狠地修理过 我入市以后呢实际上呢有一段是赔钱是赔的很多的 大概赔了有30% 经过这段赔了呢以后呢 就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思路有学问题 开始学习 通常来说呢就是那会儿就是找一些股票理论书籍去看 从今年年初开始他始终看淡市场清仓操作 躲过了这波熊市的冲击 6月份他试战性的操作方大探数和塔牌集团 收益均在20%以上 我呢也是经过了在赔钱之后 加强自己身的学习以后呢 又经过了几次赔和赚的经历 然后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操作模式 基本上现在呢可以达到呢 来选出的股票都能有获利的机会 吴维先生为何能够准确判定市场走势 他对今后的市场趋势如何判断 又是什么方法让他即使在熊市之中 也依然能够找到有确定性盈利机会的股票呢 好我们下面就请出啊 中国第一代股民吴维先生 实际您是姓董哈 我在这还是称呼您董先生吧 那么市场应该说经历了20年 这个涨涨跌跌跌跌的多了 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了 我们看到今天大盘呢 是在全中国的这个推动下是上涨了 那么上午这个创业板是回调 但是下午也是跟着这个全中国出现上行 那么是不是大家可以比较乐观的 对未来的市场看得更加这个 向上看得更多一些 咱们先看大盘的指数 把这图再切小点 好我们把这图再压缩一下 那么董先生可以到前面来讲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 由这个点和这个点 作为一条连线的时候 这个趋势现在是向下的 由这个点到这个点 这个趋势仍然是向下的 是有些现在的压制的 把这个点和这个点的连线 好我们可以连的再短一点 前期的这个高点和这个点 OK 这个点如果说是延长 它是一个压制线 对吧 那么现在的股指 正好往上运行的时候 看这点有一个头 这个头如果说是您画水平线 如果说是您画一条水平线 那么就显示着什么 目前这个指数仍然在水平线之下 您觉得是一个大的三角形整理之后 一个向下的一个 那么等于说像这种形态 就等于说它处于上下降途中的一种什么 反抽 往上的反抽 如果咱们把它画到周线图上去看看 好 咱们再来看周线图 周线图的趋势现在可以看出来 明显的是一种破位走势 那么当它这个股指现在向上反弹 在它没有回到上升趋势线之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妄然说它行情反转了 这都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权重股是非常的活跃 这么多资金是进入权重股了 那么这个资金进入这么多的量 它也不会是这个很冲动的 那么市场的这种变化 可能也就在一两天两三天之内 那您怎么认为这样的资金 它不会在几天之内有一些变化呢 对于今天的资金的流入 能不能影响大盘的变化 关键要看下两个交易日 资金能否持续流入 如果说是它不能出现持续性的流入 比方说它仍然维持在800个亿 900个亿 或者说是1000个亿以下的这种水平 那么它显然它的上升动能是不够的 这个时候它一定是 在上升动能上涨质量的情况下 一定会选择向下 您的观点是这个 没有成交量配合的情况下 它会选择向下 那您在短线上看会调整到什么样的地方 如果没有这个成交量 如果说是短线往下调 如果说假如我们判断的是正确的话 它是往下调的话 那么第一目标位应该是前期的低点位 2437点位 2437点位以上 那么如果看的更远一些 中期的您觉得会调到什么样的位置 中期的 咱们不能说是往然往下的去看的中期 说是它究竟能看到多远 关键这个时候下降的时候也要看成交量 如果说是它持续的缩量下跌 那么同样它下跌的空间也会受到限制 这个量非常关键 这个量的时候 等于说现在说是你去判断这个大盘 说是哪点见到底 或者说哪点要是出现一个反转 都不能说是有个确切的标准 得有一个时间 一两天两三天的考量 那么我判断大盘 就是等于说 见底的一个标准就是什么 一定要有一个缩量下跌的过程 然后再出现一个放量上涨 前期一直是时间上在缩量 您觉得最理想的缩量 见底的量是多少 应该是达到600个亿以下 上海达到600个亿以下 你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信号 这个应该是一个短期见底的一个信号 当然那会儿你还要看 它的一些其他的趋势是否 那么实际上 你在判断大盘的趋势的时候 实际上是画了很多趋势线的 那么这个趋势线是您随意的画出来 还是说有自己的一个偏数的标准 不会说随意的画出来 它一定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标准是什么 那么首先你要画趋势线 一定要先找出什么 两个低点 就是像这种两个低点 这两个低点的位置很重要 不能太近 这两个低点的位置 就是千万不要太近 如果说是你只是把它 你比方把这图缩小一点 您一般是以多少天 作为一个这样的周期 或者选点的标准 选点的标准 一般我们选择在60天左右 60天左右 也就是说季线左右 就等于说咱们是一个月是22天的交易 基本上一个月季度下来是65天左右 那么通常我们选择在60天左右的一个跨度 作为它的区间 因为太小了 它的区间幅度代表的趋势太短 所以说要看大趋势 做大事者赚大钱 做小事者赚小钱 一般是以60天线作为这样的一个标准选择 尽管您前面应该说是比较看淡市场的 觉得市场还有向下的风险 但是您现在没有放弃操作 依然在操作 当然您这操作的还是有自己一套绝招和方法的 好我们先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 董先生目前他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 早上八点 吴威先生准时来到电脑前 开始一天的炒股生活 我呢基本上现在是每天呢 看六个小时的股票 之后呢 基本上抽出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看看专业书籍 今年6月15日 吴威先生买入塔牌集团 7月18日买出 24个交易日盈利60% 6月24日买入方大碳素 7月20日买出 14个交易日盈利20% 我的选股方法呢 主要是按倍量选股法 在这个基础上 选出来以后 按照趋势 形态 位置和和宽 四个要素进行买入 吴威先生为何能够抓住塔牌集团 他的倍量选股法究竟如何使用 在吴威先生眼中 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塔牌集团呢 看来您这个在入市当中挣钱的方法是靠的这个倍量选股法 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倍量选股法 倍量选股法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成交量 成交量要大于前一天的成交量的1.9倍以上 1.9倍以上 第二天大于前一天 但是这点要注意一下 就说成交量不能过大 如果说是过大到 比方说放大到4倍到5倍以上 这时候要注意 太大了还不好 太大了不好 那就要放大1倍左右 放大1倍多 就等于说1.9到2倍 最好就是3倍以下 不要再大了 再大的时候就有可能是要主力的出套了 这是一个选股的技术 等于说是一个量的 其次呢就等于说MACD指标的 DIF一定要大于DEA 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 等于说在它的短线的趋势当中 它是一个种向上的一种动能 这可以看作第二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呢 就是说当天一定要收阳线 放大量这天一定要收阳线 同时呢 它的上影线 这条K线的上影线一定要短 上影线要短 上影线是越短越好 越短越好 它的涨幅呢 要大于前一天的 就等于说昨天的成交 那个股价的3% 不能太小了 太小了也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选出来了 它只是你作为你的一种什么 标的股 你可以把它放到股票池 但是这是绝对不是买入的时候 那您这个五个条件 我再给您重复一遍 第一点是成交量 大于前一个成交量的1.9倍 第二点是MACD快线大于慢线 那么第三点是倍量当日涨幅要大于3% 第四点呢 是倍量当日不能出现较长的上影线 第五点是MACD大于前一日的MACD 这是五点标准 选出来的个股 先放在这备选 决定买不买 还有一个条件是吗 对 还有四个条件 还有四个条件 还得有四个条件 那您再把这四个条件给我们介绍 四个条件呢 就是趋势 趋势 形态 形态 位置 位置 和宽 和宽 说起来有点 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们就拿个股 您曾经做过的个股 把您这几个条件还有要求 我们都摆上去看看 您是怎么买和卖的 怎么做成的这个股票 好 咱们先再看一支票 就是您做过的这个塔牌集团 好 塔牌集团在这天 看这儿 好 我们再稍微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OK 这天出现倍量 这天出现倍量 由这点和这点的连线 形成了一条什么 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线 也就是 我把这个放在这儿挡着 这是一个下降趋势 当后面的股价 突破了这条下降趋势 并且高于这一天的收盘价 作为我们的买入点 这就是买入点 这就是买入点 这就属于什么样 形态突破 趋势性改变 进行买入 如果说这个时候 股价没有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 此信号发出 无效 即使这个倍量出现了 前面我们说的五个条件都出现了 但是这个当天的这个上涨幅度 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线 趋势线 就要放弃了 放弃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信号就等于说是无效信号 不要把它当成有信号 那么买入以后 首先要想到的设止损 我原来最不会设止损 也不愿意设 总认为买来就一厢情愿 实际上买了的时候一定是 结果是豁然的 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的 你认为 因为不是任何一种选股方式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上你一定要给自己设立一个止损位 那么像我现在的设置的止损位一般来说就以倍量当天的k线上半截的三分之一处 上半截的三分之一处作为止损位 如果第二天 如果后面几天的情况下 有一天跌破了这个位置 就是以这条如果是画一条水平线跌破了 收盘的时候收不上来 就要立刻止损 哪怕第二天涨上去 你再追进去 那您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您的操作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 那么超过的概率更大一些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看这块是否能把这个图缩小一点 好我们再缩一下这个图 压缩一下 再压缩一些 再压缩一些 OK好了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 由这点往这点的连线 形成了一条什么上升趋势线 上升趋势线当股价 OK当股价突破这条上升趋势线的时候 和突破这条下降趋势线的时候 三者结合形成共振了 你的成功率就更大 这时候把下降趋势线和上升趋势线要画出来 还要画出来 交叉点能否突破 换句话说 你看这是一个三角形突破 如果说是 那么突破以后 在这天的时候 你去买入 你的成功率就更大一点 我是当天看的 还是第二天我再来观察 第二天 第二天 任何买入信号 这里要强调一点 任何买入信号出现了以后 一定要等确认 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 都是不效的 就是说第一天出现这个被量 出现这样的情况下 第一天买风险是很大的 对 要等第二天 要等第二天 一定要确认 因为什么 这一天我们把它 这天放量 说明有资金进入 这个资金的进入 是良性资金 还是不良性资金 当天无法判断 因为如果说是 如果说是一个强装的进入的话 那么第二天的 它的做法应该是什么 尽快的脱离自己的成本线 所以说股价回往上走 如果说是一个弱装进来 那么它可能会遇到 其他在里面的 一些原来的筹码的阻碍 那么它无力往上走 那么股价就会下来 虽然这天有倍量 但是没有用 没效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 就是说一定要看第二天 能不能上去 上去了 说明这个进来的资金 比较力量 比较大 对 如果上不去 那么它就比较弱 好 这个买入点 我们挺清楚的了 也很明白了 那么卖点 你是怎么来把握的 卖点有这要根据什么 就等于说 在我的股友当中 有很多人也同样买了这个票 最后他们半途都走 为什么 就是拿不住 所以说我总结了四句话 叫做什么 买股不急 第一句买股不急 卖股不贪 卖股不贪 第三句 持股不躁 持股不躁 第四句 止损不持 或者是叫止损不拖 都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 你要说去买 到这的时候 你买入了好股了 抓到了这个牛股的时候 很多人会烦躁 持股了 涨的时候 它会什么 七上八下 这个票该不该卖 这个时候就得说 以这一天的 买入那天的收盘价 和往上走的 任何一天的 什么样 最低价 划成一条上升趋势线 比方说 这一天 到这一天的时候 这一天的最低点 和你买入的最低点 划出一条上升趋势线 只要股价 沿着这条上升趋势线 就可以继续持股 直到有一天 它跌破了这条趋势线 那么你就止损 只要它一旦跌破 一旦跌破就卖 不用像在买点时候 要考验 不要 这个就得说 买时要从紧 卖时要从宽 买时也就是谨慎 卖的时候果断 就是说一定要果断出来 该出来就得出来 只要它跌破了 哪怕它第二天在这 又起来 对不起 我再买紧 再看是否符合 我们前面的费量原则 我们再接着买 因为这点 为什么我在这儿曾经曾经做过一次加仓 就是说这点是一个小平台 小平台再次突破加仓 在这点出货 这点是因为什么前面有个什么 涉及之心 从形态来说已经到底了 好 那么为了让观众朋友听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把这个买点和卖点再强调一下 那么买点的要求是三天内收盘价超过倍量当天的收盘价 另一点是股票是摆脱了下降趋势 这个来把握买点 卖点的要求是股价跌穿上升趋势线的下轨就要立刻要果断的卖出了 这是买点和卖点 那么刚才在前面您介绍的时候 听到您说了一个词叫和宽 这个和宽我们怎么理解 和宽是指的什么 你买入了以后 它的空间能有多大 上升空间能有多大 自己来计算一下上升空间 这个上升空间是以什么 前的高点 比方说好 OK就这样 你要在这买入的话 在这个位置买入 以前的高点画一条水平线 和这个点的距离 就是你的和宽距离 这个点的距离就是你的和宽距离 那么往往我们在买入股票的时候 恰恰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出现什么回落 如果在这个位置上连续的上不去 那么就告要考虑要卖出股票了 要卖出股票 也就是说你已经到岸了 你要是不上岸 那么你就得游回来 可能就要掉到河里了 你就要重新游回来 好 非常的薪水 非常感谢您介绍了这么多这个买点和卖点的方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请董先生来介绍一下 他目前用这样倍量悬股法 又选出了什么样适合目前操作的股票呢 回来之后给大家介绍一个好消息啊 从今天开始我们民间高手选拔赛的报名环节将正式启动 此次比赛呢 将以月为单位 每周我们将对选手的成绩进行一个总结 无论短线基站高手还是价值投资的牛人 您都可以登陆金融界网站参与报名 那么报名的方式呢 就在屏幕上方 好那么董先生继续来说一下 最近用您的这种方法又选出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最近呢 前天在前天的时候 我是关注了一下600192 长城电工 长城电工 因为这只票可以看到 倍量点出来了 这地方出现倍量 突破前期平台 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前期平台 突破 第二天上去 那么这个票呢 目前呢就可以说作为我们的关注票 您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介入的话 位置不会是很晚是吧 好 那么现在的时候 它在这个位置上 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平台突破 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它出现一个回踩 都是一个买入的 如果它能够出现回踩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买入的 倒是你的介入的买点 那么我们再算这个 这个卖点的时候 您再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您觉得它会涨到多少 那么卖点的时候 你现在可以去看 这个点突破的话 如果说这个平台突破的话 那么它至少应该看到这个平台 就说前期的 这应该离前期的小平台 应该很近 应该是这个平台 因为这个点 现在基本上要突破 如果说这点要破的话 那你才突破 这个是什么 那你过了 这样 有一点